好 現在呢 我們真的來把軟體安裝起來 我把那個過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其實安裝軟體現在大家應該都很厲害啦 只要下一步下一步 YES我同意就好了嘛 你們都沒有很認真看裡面的條款對不對 對 我知道 好 有沒有跟剛剛都一模一樣 跟線上版的一樣嘛 那他也會幫你準備 就是這個一個demo的影片 好 重點是在這裡 使用條款大家都沒看 下面這裡 你如果不想要送給他 你就這裡要記得勾掉 對吧 就是不用把你的這些什麼統計啊 送給他嘛 那我就開始 這樣就可以了 那因為呢 你用的是安裝版 所以第一次 如果你要正常使用的時候 他會 請你先 註冊一個帳號 好 也就是說你如果在用某些功能的時候 他就會要你註冊帳號 好 所以我建議大家你可以先 就是先註冊 你到左上角這裡 左上角這邊 有沒有 這裡 好 你就按註冊或登錄 像我這邊已經有了 我就直接登錄 輸入我的信箱 輸入我的信箱 好 然後呢 看你要不要保持登錄 自己決定 這樣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 你這個月 你現在用了多少的code 因為免費的有一些使用量嘛 好 有一些使用量 他就會把你記錄起來這樣子 好 然後 他有告訴你的 這個使用情形 那原則上 他一個月 就會重置一次 反正 下個月你又復活了 這樣可以 呵呵呵 其實還好啦 其實老實講 其實 我們免費的 剛開始用的話 以我自己來講 我也沒有用那麼多 對啊 因為像最近課比較多 就沒空 錄影 錄太多 就是 這種教學的 所以你看他 可以使用的語音的數量其實還蠻多的 那我現在就回到主畫面 一樣的 他在這邊 如果你有需要大一點 這邊可以拉開 都跟我們剛剛使用是一模一樣 這是第一個 安裝起來 跟註冊就像這樣子 那左手邊這個 如果你有看到這個 你不需要 你就把他隱藏起來就好了 剛剛有老師 因為畫面比較小 老師會碰到他嘛 你就把他收起來 這樣就不會干擾到你的 這樣 OK 這是第一個 那 您看喔 我們回到我們的簡報這邊來 剛剛大家先稍微體驗過了 那我們到底用Veroot 可以做什麼 還有剛剛老師有安裝App 其實他也有App版 可是我不可否認的喔 你看 我上面有寫 iPhone跟iPad版本有比較完整的編輯功能 可是如果你是安卓的 Android的 只有字幕辨識和影片編輯 也就是沒有其他功能 我們剛剛還有很多其他功能嘛 對不對 所以以App來講 他功能相對 電腦版 是相對比較少的 雖然是可以用 你如果他真的要體驗的話 就是直接用線上版 反而可以體驗比較多 OK 好 那我們再往後面看一下 這個就是 他的一個使用量 我在簡報裡面有跟各位提一下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 我真的想要用比較多的 你就可以考慮看要不要升級 不過這些 都還夠 都還夠 好 那至於 那個 他會有一個浮水印 這個後面我們會跟各位講 如果你想要移除的時候 可以怎麼去移除他 這個他還算不錯啦 就是 可以去移除的 OK 那我們先看一下 剛剛其實老師已經有 稍微體驗過了 有沒有感覺到底有哪些情境老師可以用到 首先第一個 你如果已經錄好教學影片 你可以直接把影片匯錄以後 他就會用Google語音辨識 自動幫你辨識 然後就產生我們剛剛那個一個一個片段 像這樣子 好 不過我必須承認就是 Google的語音辨識 有些時候不錯 尤其是在這種口語化的 辨識率還蠻高的 可是呢如果老師您的影片 有包含了 專有名詞 我們上課多多少少少會講到專有名詞 第二個 會不會中英夾雜 有時候會講中文 有時候講一兩個英文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Google的語音辨識 還有我們對岸的檢印 都一樣 因為他們是用機械方式去辨識的 所以他 只會辨識前一句跟後一句 因此他的正確率 尤其是我剛剛講到的這種狀況 成功率會差很多 可是 我們這邊可以搭配我上禮拜介紹的AI 因為我們Badu呢 也允許什麼 把外部的 辨識結果呢 字幕檔匯進來 所以你可以用外部辨識好的再放進來裡面 這樣子呢 可以加速 大家在 剪輯 那個影片的那個速度 這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好 再來 你也可以什麼 搭配 別的 剪接軟體 剪接軟體 然後呢 剪接好的之後我再進入這裡面 因為像包括 檢印啊 威力導演 其實他們本身也有啦 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我在外部 做好這個語音辨識產生的字幕 再會進來裡面 這樣是不是效果 會更精準一點 好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 如果呢 老師什麼都沒有 你只有文字 你也可以用他的 圖文成片 也就是說我只提供劇本 甚至老師你連劇本都沒有 你就給他一個主題就好了 他也會幫你生成 這樣可以嗎 好反正現在AI的事實在就是 削一筆嘴就好了 好那再來 如果老師 就是沒有簡報檔案 你直接把他匯出成PDF 他就直接幫你把你的PDF裡面的文字擷取出來 搭配 語音深層 自動變成 教學影片 這樣也很厲害吧 這樣也很厲害吧 所以你看他很多啦 第二個 最後一個 因為Beru的專長在哪裡 是做字幕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把字幕 辨識完了之後 我單獨 匯出來 拿到其他的剪接軟體 繼續做影片剪輯 這樣也可以 所以 他 跟我們 以前有位高雄市長一樣 說貨要進得來 出得去 Beru也是一樣 你可以進來 也可以出去啦 就他 不算太封閉的 這樣的一個 軟體 他不會說你進來 就只能用專屬格式 你就完全要留在這裡 當然他本身也有自己的 這個專案檔 那你下次呢 想要再編輯 可以再重新打開 這是可以的 這樣OK嗎 可以喔 有這些情境喔 那老師想要先體驗哪一個 通常都先體驗 最不用出力的 就是AI的 好不好 我們來體驗看看AI 到底 AI圖紋成片會變怎麼樣子 可以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裡 AI圖紋成片 這個線上板可以體驗喔 線上板也可以喔 不是只有電腦板喔 來 請老師 從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新項目 把它按下去 這裡老師就會看到我剛介紹的那幾種 有沒有 你看我們Badu 有這麼多種 可以 產生 影片的方式 有看到 透過文字 製作影片 這個就是AI 好我們來試看看喔 來點下去囉 好 那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好第一次 您如果是用安裝板 因為它需要編輯MP4嘛 那MP4裡面有個元件 它需要 這個叫做 FFMPEG 因為這是一個免費的元件 所以您就按 它會自動幫您下載 好您就不用理它 稍等一下下它就完成了 有沒有 那檔案 不大 有沒有進來的 好 第一個 是不是先選擇 你要的比例 其實最近它還有一些AI的另外的AI功能 都在跟各位介紹 那您只要 三個步驟就解決囉 有沒有 三個步驟就解決了 好我就下一步 接著 你告訴他你的影片要什麼樣的風格的 這樣有看到嗎 呵呵呵 你看喔 看你想要 傳達的是什麼樣的內容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啦 那假設你要做這種 比較兒童學習的 好 那就再下一步 接著 你來這裡 告訴他 你要做的主題是什麼 要做主題是什麼樣的內容 比如說 我們請他來 介紹什麼 老師科普類的你想要介紹什麼 因為大家都自然科的 蛤 仙女棒 蛤 仙女棒 仙女棒 仙女棒的科學原理嗎 可以嗎 好好好 所以 仙女棒的 其實說真的 那個 我現在打字雖然我用的是無蝦米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老師講 如果你們的電腦有升級到Windows 11 有沒有老師有的 作業系統已經升級到Windows 11 他的那個 語音輸入就變成一種標準的輸入吧 就跟手機一樣 所以您可以按 那個 鍵盤上 不是有一個那個Windows的LOGO嗎 有沒有 微軟的LOGO 你加上H 就可以打開 你的語音輸入 這樣子 你打字 就是 就會跟我一樣 越來越罵 哈哈哈 這樣了解 真的啦 因為 有那個功能 其實我跟老實講 真的有些人 是為了語音輸入 而升級成Windows 11 不然大家都心不甘情不願的 真的真的 所以如果你有的 你就不要客氣 給他試看看 好 仙女 好這裡 好 假設這樣 那 您如果說 我這個主題 然後呢 下面這裡 你就可以把你的內容放進來 這樣了解 但是如果你沒有怎麼辦 你知道的 AI吧 所以你看 後面這裡 有沒有個AI寫作 不要客氣就把人家按下去 下面 下面其實就是CHIPGET啦 所以你如果有你可以貼給他 他也會把你深層 沒有 他也會把你深層 但是至少就一定要有主題 這樣了解 好那我們就給他一點時間 請他幫我們產生好 有沒有就出來了 你看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個 有沒有 好可怕 不會啊 老師應該講說好輕鬆喔 然後同學就會給你講 老師我也好輕鬆喔 所以 老師 教學現場 你不會AI 同學會用AI給你看 我們要先知道嘛 對不對 知道的你他不會Shuck啊 因為現在這個 他們是AI原住民 老師我們是網路原住民而已 不一樣齁 好 如果老師覺得這個內容不夠 你跟CHIPGET一樣 你就跟他講請繼續 他會繼續給你延伸更多 老師你先試看看好了 你看看 你要自己打就自己打 你要他產生就讓他產生 好